暗本再也忍不住 冲着南猎就是大喊道 南猎 你到底怎么了 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 你是认为我们即使被香北打败也无所谓吗 南猎也没有想到 暗本竟然会质问他 正想反问 只见暗本已经抓住了南猎的领子 冲着南猎大喊道 你自己看看 你负责防守的刘川峰 现在已经拿了九分了 而且他的一只眼睛也受伤了 他还是一个一年级的新生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南猎不耐烦地将暗本的手打开 气炸了的暗本 直接狠狠推了一把南猎 南猎一个猎切摔倒在地上 什么狗屁大板得分王 在半场的15分钟内一分没拿 你可是我们风浴的王牌球员 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解释 我们一直以来那么拼命练习 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我们现在输了的话 金平教练赶紧过来劝和 暗本你别这样 你和南猎都是我们球队的支柱 如果你们都闹不合的话 那么这只球队就崩了 谁知南猎根本不领情 直接让金平教练滚一边去 暗本也冲金平怒赤倒 这里没你什么事 这里也没有你说话的份 一直隐忍的金平教练终于爆发了 上前就是一拳打在暗本脸上 这突然的一击 让所有人都呆住了 连暗本也没有反应过来 金平教练大声的怒斥道 你们一帮黄毛小子 我真的非常讨厌你们 看着突然爆发的金平教练 风浴的众人直接呆愣在原地 而观众也察觉到了风浴的不对劲 仍不服气的暗本对金平教练说道 你是疯了吗 现在可是全国大赛啊 但金平教练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我也会像你们北野老师那样被革止了 我刚加入风浴的时候对他们承诺过 我要在两年之内超越北野老师 不能突破的八强障碍 但这次已经是最后的期限了 所以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其他人也渐渐不出声了 暗本则冷冷地说道 比赛结束后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现在你还不能离开 虽然你有名无实 毕竟比赛规定我们需要一个教练 并且你和北野老师比起来 你也是个黄毛小子 其他球员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球队就是一盘散沙 观众席上的人也是在疯狂地吃瓜 风浴怎么就内讧起来了 他们的教练竟然出手打人了 湘北这边的注意力也被吸引了过去 特别是鹰木 恨不得自己就在现场 安息教练赶紧让他们看自己这边 你们不要去管别人家的事情 这才把湘北中将的注意力给拉了回来 老爹开始安排战术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时间里 现在我们和风浴的比分相同 能多拿一分就多一分胜算 大家种之成成 只有鹰木在小声低估 竟说这些理所当然的话 安息教练继续说道 我们在经历攻击的同时还要减少对方的攻击 降低他们的得分机会 只要能够控制住篮板球 我们就可以取得胜利 接下来就要靠你的鹰木 抖音